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上个礼拜三 前线百分百的专题 才为大家制作了这样的主题 没有想到今天这个隐忧 在全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日本长期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 现在要转向了吗 这个议题会不会成为 在接下来全球金融的大麻烦呢 另外一个思考的面向 会不会打断今年甚至明年 台股农历年前的红包行情呢 但专家告诉我说 农历年前有一些法人狂买股 其实里头藏有红包行情的密码 哪一些密码 等一下请专家来告诉您 还有今天这个存股族 相当重要的话题 全股族注意咯 今晚会目前明定有六家 大道不能倒的银行 最新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有谁小心明年可能真的 发不出现金股利来 今天都要请专家来告诉您 首先现场邀请到了惠慈 惠慈老师晚安 朱华好 大家晚安 同时邀请到了庆罗晚安 朱华好 大家好 再度邀请到了中华经济 游戏委员副院长王健全 王副院长晚安 朱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同时也邀请到了汉陈晚安 朱华好 大家好 昨天美股跌 台北股市今天本来就开低了 电子股的压盘 加上了ABF三雄今天重挫 然后生计股今天加速回挡 所以今天台股开低之后 中午这个时间点 非常的重要 日本突然宣布 宽松货币可能转向了 于是日元大幅的升值 日本股市大幅的走跌 美国的期货盘跟着跌 仅剩下钢铁 还有航运零星的撑盘 指数中场大跌了263点 把半年线给跌破了 今天首盘指数14170点 量能增温到了2636亿 三大把人都在卖 外资卖了106亿 自营商在今天卖超的幅度 也很大 卖了66.5亿元 好 今天整体来说 外资不仅仅在现货大卖 在期货在今天小幅的做多 期货今天多单增加了 19.58亿元 选择权小幅增加了2.82亿元 但期限选今天加起来 还是做空金额84.18亿元 不止台股跌 整个亚洲股市都在跌 时间点就在这里 元凶也在这里 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休市的同一时间 日本期货先往下档 然后日元开始往上攀升 所以同一个时间点看到 台北股市开始往下做 今天韩国股市也跌 大陆股市虽然跌幅没有这么的重 但是今天整个的大陆股市 香港恒生指数 早上就跌得比我们还要重了 最主要亚洲会是 今天出现了好大的波动 日元掀起了今天整个的波澜 于是在同一时间 日元出现了暴升 在今天日元的升值幅度 超过了3.4% 好久没有看到一个避险货币 日元在盘中这么大的一个升值幅度 好 当然整体看起来 今天的美国期货盘也是早上导致了 整个亚洲股市加重卖压的元凶 我们现在录影的同一时间 美国的期货盘还是有一些压力 当然这使得今天盘中有一些个股 本来昨天之前都还是人气焦点股 今天高档拉回有谁呢 东哥直接打入跌停 松锐要跌停 建雅跌停 声达跟创意 这昨天都还在创新高的 高档拉回 只是今天惨遭错杀 还是小心 市场今天趁着时间点出货了 还有一些今天竟然逆势走扬 而且带着量涨的 会不会接下来有补迭的疑虑呢 有谁 有迅恒大 勤雅森威能源跟美琪嘛 这等一下都要来请教专家 好 到底怎么一回事 上个礼拜三 请专家为大家做一个主题 便宜预言 是不是拜拜了呢 上礼拜三我们担心的是明年 因为目前的日本央行总裁 叫做黑田冬夜 明年四月要卸任了 二月会提名新的人选 所以我们就在担心说 二月这个新的央行人选 会不会针对长期以来的 宽松货币正进行改变了 没有想到今天这个隐忧 正式地出现 日本的宽松货币转向了 好 今天日本央行的会议 做出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第一个 调整了殖利率曲线的控制计划 简单来说 调高了公债的收益率波动 之前波动上下幅度0.25% 现在一口气加了一倍 上下幅度是0.5% 除此之外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目标 上限升到了0.5% 还有 明年的购债规模 要大举地从现在一个月 7.3兆元增加到9兆元 这消息一出来 不仅让整个的亚洲股市 亚洲汇市都出现了好大的波动 马上全世界 包括了各国的一些投资银行 还有日本的一些专家 都出来告诉大家了 大合证券说 这个政策将对日元跟全球股市 有剧烈的影响 惠智老师先请教您 影响会有多大 今天跌 接下来还要继续跌吗 对来看的话 短线上来说 势必会有一些影响 而且是蛮剧烈的影响 最主要它是牵动到国际的资金 那国际资金 它牵扯的面向 还不只包括股市 还包括债市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全球各地的 这个这个汇市的状况 那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们先看字卡上面的说明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日本是长期一直维持在这个 很宽松而且零利率的情况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话 之前的话 有很多是借日币买美金的 那这样的透例的话 你就会因为它的成本增加了 因为你在日币变得 它的这个息变得比较高了 那之后的话 就会有解仓的卖牙 所以日币马上就会升值 所以今天看到来讲的话 简单来说便宜的日币 应该短期上已经过去了 那再来第二个来说的话 也有很多是借了日币之后 去买美债 所以买美债之后的话 会变成一样 你一样是成本会增加 所以今天盘中的话 已经看到有些解仓的卖牙 所以今天早上的话 盘中已经看到美债殖利率 也开始有些翻升 那还有的话 就是日本自己的殖利率升 会导致什么呢 就股票的平价面 相对来说就会被压抑 那另外还讲的话 就是日本的话 因为利率来说 它都是联动的 那我一个利率上来说 它会联动到我发债的利率 也会联动到我债市的利率 还有包括联络到我房地产的利率 所以房地产这边 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你包括日币的债券 跟房地产都可能会 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最后要说明 就是说这个冲击 其实是看起来是很大 但是直接在日股上面的影响 应该是非常快速 而且短期 因为全世界来说 金融市场都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他不会在那边慢慢的 我今天卖一点 明天卖一点 要卖的人就这两天 全部都卖了 所以他在市场的影响 是非常的快速 然后非常的短暂 但是长期的影响来说的话 当然会有一些 升息的一些疑虑等等 这些的话 我觉得他不只是日本的问题 是全球都是这样 因为全球目前都是维持 在一个升息的状况之中 所以升息的导致的消费力的影响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来讲 是明年是势必存在的 但是我们如果就日股本身来说的话 那这个影响应该是很短暂快速 我认为可能就这两天 很急速的一个拉回 好 所以加速落底了 甚至赶底了吗 我们就这一张在刚刚惠子老师 做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 借日币买美金套利的成本真 所以惠子老师说 短期当中便宜的日币 拜拜可能很难见到 第二个是 接下来今天已经有解仓卖压了 美债值利率升 代表美国在公债的价格 要往下跌了 第三个 接下来日本利率升 股价的平价会跌 恐怕首当其中的就是科技族群 哪一些卖压大 等一下仔细问清楚 接下来日币的债券会跌 房地产会跌 但是对于日股 短期快速的影响 或许就这一两天 那对台股的影响呢 等一下都要仔细的来就教专家 庆龙怎么评估 在今天这个消息 对于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就像是五级地震 来得快 去得也快 首先先来解释 什么叫五级地震 五级地震它是有定义的 就是对所有人 会感到惊吓恐慌 然后大量未固定的物品 会倾倒倒落 但是这个地震过后 其实又马上 大家就有复原的一些状况 那首先 我觉得这一次的 他们的政策 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主要的原因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是 因为他们 那个日本的这个通货膨胀 其实已经来到3.7%了 比我们还严重 对已经超过他们 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的这个通货的目标 所以基本上 他们应该已经不会再继续坚持这种宽松 而且是极度宽松的货币增证 一定会做调整 那第二个 为什么影响是短期 短期限很快 应该很快就会恢复的是 因为大家原本担心说 那在海外的这些人 因为他看到日本的利率开始上升了 就会开始抛售海外资产 回到日本去 那可能会对其他的金融市场 产生一点影响 但是不要忘了 其实日本还现在目前跟美国 如果以这个10年其实供在植域来看 它的利差还是非常大 即使到今天为止 它的利差还是来到3.2% 这已经是2002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利差了 所以日本央行再怎么样去 做出一个类升息的动作 它跟其他国际金融商品的利差 还是非常大 所以其实资金会去找一个最佳的去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影响 大概就像是五级的强震 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我就担心这五级的强震 其中要牺牲多少的金融商品 或者是大家的获利 现在全世界的国家 都因为美国的升息 明年要面对的是经济衰退的疑虑 王副院长请教您 如果现在连日本都要结束 宽松货币政策 明年经济衰退 雪上加霜更严重吗 因为日本供在殖利率上升 代表是有点升息的一些味道 那因为日本也加入货币紧缩的行列 现在全球货币紧缩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 现在日本也加入的话 其实可能是全世界资金的紧缩 更加速 会加速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些疑虑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日本的通膨 其实是已经蛮高了 这时候在升息的话 对投资对消费会有不利的影响 日本的企业跟老百姓 可能会过得更辛苦 但不过日本政府也留了一手 央行也留了一手 因为它开始增加购债的规模 所以等于是有释出一些资金出来 舒缓整个货币紧缩的一些压力 如果它加重了明年经济衰退的隐忧 有没有机会提早让联准会升息的循环 能够提早结束 因为如果说全世界经济衰退 那对通膨也会有压抑作用 如果通膨压抑的时候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幅度 就会重新思考 这个是要观察一些其他的变数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一个 让联准会可以减少这个快速升息的一些压力 是 好 等一下我们要来仔细探究 在过程当中要牺牲哪一些产业 哪一些产业有机会先落底 不过其实今天在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布之前 我们本来就在担心这个最准分析师 在过去偏空头的大模的分析师 Michael Wilson他的一个报告 之前本来说12月还有一个临别秋波 然后明年1月 美国股市还要再破底一次 在今天有了最新的说法了 全面看空 首先他说熊市的反弹已经没有了 没有 已经结束了 最新的报告当中 他说美股将迎来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 最糟的一年就是明年了 企业的获利将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明年企业获利将会陆续的反应升息 之后的经济衰退 他预告美国股市还会再创新低 而且会比预期的糟更多 上一次的报告 明年在整个S&P500指数看3200到3800 但现在为止他认为明年最低点 可能会到3000点 建议加码这三个族群 建议解码这两个族群 汉政老师先请教您 看法比上一次更空 您认同吗 其实我认为 接下来这个时间点 当然全球会面临到衰退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于个别公司的获利上面来讲 一定会呈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衰退 所以他麦克务博士也担心到 企业获利衰退的这一点 加上整个全球景气 是不是来到了一个硬走路的一个现象 可是以现在来看 当然过去这一年 已经休这一年的时间 其实以稻穷来讲没什么跌 可是SP500相对已经有跌了一波了 他这一波的低点 拿到3419点的一个位置 现在来讲是3817点的一个地方 所以看到说来回这个差不多400点 他的目标往下调调到3000点 这个差不多800点的一个空间 差不多两成多的一个情况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手中有的股票很多 那当然会担心说 这个波波来讲又杀下来 可是你是基础的好股票来讲 会不会比较担心 其实就不会担心的 手中没有的人 那会很兴奋 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可以有一个资金重分配 财产重分配的一个时间点 如果真的又跌到3000点的位置点 那我是不是可以准备很多的资金 在这个时间去做加码 是那个时间点是代表最坏的一个时间 可是会不会到来 其实我认为不见得会到来 如果说回来打第二只甲的一个形态 稍微破底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的情况是代表说 技术指标会呈现背离 那一般来讲 以这种中长线的角度 你现在来讲区间的一个增大 可能就是在3400到3800 这样一个区间 是不是在这边做一个打底 那未来这一年 过去这一年 就是今年来看到已经到年末了 这一年是急速的下沙 那明年来讲 从景气来讲 修正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情况来看 应该是比较稳住的一年 因为已经经过两三季的库存调整 所以到这边来讲 已经有的产业开始会产生落地 开始会稳住的一年 到后年来讲 有机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弹跳 所以我认为说以这样来看 反而如果说真的因为 整个景气下滑下来 这样一个情况再次打底 那我认为是一个中长线 十年难得一遇的好投资机会店 所以反而如果说压回来之后 那可能就应该可以寻找好的股票 就站在一方 如果说短期来看 我认为这个时间点 你说未来这时间还在修正阶段 你说医疗保健也要 必须的消费品也要 公用事业这一块投资 是不是比较稳当 我认为是比较稳当 因为医疗保险 不管是欧洲 不管是美国 甚至现在中国大陆解封 药物的一个需求量 一定是增加的 那解封之后 整个疫情过后 整个内需的这些消费品 是不是就会生长上来 所以这部分来讲 投资一定风险比较低 公用事业来讲 它是稳定的一个投资 所以在消费品这一块 你说去减码科技这一部分 当然它还有库存的一个调整 都还在修正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认为说 以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 未来如果真的跌到三千点 那我认为你的投资 就要反过来了 你反而应该是寻找 一些跌深的消费 科技硬体去做投资 好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转折 首先提醒观众朋友 在接下来投资系好安全带了 但是哪一些 就像庆隆所说的 五级地震而已 马上就要回稳了 不要被洗掉 但哪一些在接下来要小心 惠子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来了 先解一下 今天新药族群 因为新药昨天之前 还是人气的焦点股 但是最近大陆的一些药 新药概念股 有一些稍微有些降温 没有想到台股的新药股 在今天出现了急动 今天生机医疗股 松瑞要直接跌停 进打直接跌停 长生 寄生 全部跌停 下跌幅度很重的 还有深达 来下一页看一下 何氏 玉星科 易德 美德 一根 百岩 惠子姐 哪一些恐怕再接下来 修正有理 因为之前没有基本面 就长太多 在赠人气的 哪一些惨遭作杀 我们先看第一页来说的话 说实在话 他们都有一些题材 虽然说松瑞要是没有什么获利 但是因为他股价也不高 二十几块钱 再加上他跟大陆有合作 是新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以二十几块股票来说 也不能完全说实下杀有利 那再来的话 其实在这一些来说 像强生是属于获利还不错 寄生也是获利还不错 生达也是获利还不错的 所以这一页来说 我认为其实都是有 像涨多拉回 这些都是有获利 其实他们获利都还不错 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下一页来说的话 那这里的话有一些 这医美就是另外一个区块 他的获利法还是 还没有上来的这么快 就是说前面有上来一些 但稳定性还没有这么强 那再来的话 易德来讲的话 也是看明年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来说的话 那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中华是焦点骨 室阳的话是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的内阁来说的话 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门槛 那我觉得可能在手套这部分 就是这个医疗的乳胶手套那里 这是属于昨天补涨上来的 包括乳胶手套跟口罩 这部分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来说的话 是比较可能没有这么扎实一点 我们总体整理一下 哪一些是第一波已经有涨了 然后哪一些是补涨的接下来 续航力比较强的潜力股有谁 我觉得其实续航力比较强的 还是在缺要这一块 虽然说像今天跌的比较多 那反而是我刚才说的 像是在乳胶手套那一块 那或者是口罩的那部分 我是觉得是比较像是跟涨上来的 但是今天的表现其实是有些相反 今天的口罩是相对强的 那反而强势股是拉回 所以的话 我觉得这部分来说的话 因为大陆的股票 它是涨很多 所以它涨很多之后有个震荡 但是它事实上来说还是涨非常的多 所以的话像有些股票 它涨上去 它是几乎是涨了两倍多 涨两倍多之后 然后拉回个十个百分点 那报纸间写很大 但是我觉得以整体来说 先说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后面续航的机会 是因为第一个 这一次涨的是在学民药 那学民药有个特色就是 他们都不贵 基本上就是很便宜的药 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五块钱 大概到七块钱很了不起了 但基本上就是很便宜的药 那这种药的特色就是说 第一个来讲的话 之前并没有什么库存 因为没有人要去建库存 也就是说呢 这一些的药 它是长期怎么说 它已经不是大厂研发的重心 所以大厂包括欧美的大厂 它的重心都是放在新药上面 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 也没有人在建库存 所以没有人在建库存东西 它一旦需求上来的时候 那其实它的整个供不应求的情况 维系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 对而且便宜的药 虽然它是很便宜 比方说可能是两块钱三块钱 有的可能一块钱都有 那两块钱的话 涨到四块钱 就像我们说的 两块涨到四块 远比两百涨到四百要来得容易 但是两块到四块是 会让消费者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你好像 那个又是属于比较必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以这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缺要应该 还会再持续下去 各自有哪些题材 各自有哪些的话 我们讲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那么如果以缺要概念来说的话 包括像是南光中化 剑桥跟剑阳 那么我们先说的话呢 几乎没有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以南光来说的话 基本面也是往上 为什么 因为他就通过了大陆的一致性评价 这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之前 你没有办法大量出货 通过一致性评价 就是你跟原来的药市 属于一致性高的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出大量的货 所以他的基本面本身 这个地方是往上的 那中化本身的话 是为什么这波强 是因为他是抗生素里面 比重最高的 他自己的比重最高的 加上他有其他的退烧止热 这一些就是止痛 止咳这一些的部分 他算是最完整的 那再来的话 剑桥 剑桥就是因为爱克坦 那爱克坦的话 在台湾的话 他其实就是两块钱左右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大陆开卖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四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跟你的毛利上来的空间 其实就很大 所以的话 他也是有新进度 因为他就是已经拿到了药证 现在要授权 然后再来可能就准备开卖了 是 那另外的话 剑鸭 剑鸭的话 我觉得他比较特别是因为 他有另外东西 叫熊取氧胆酸 是最近在大陆上面 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就是有新的一些研究 说这部分 他可以这个预防跟治疗新冠 所以相关股票是最近 在大陆里面涨最凶的 那同时的话 他因为有新药的概念 那么我觉得他比较特别是 他的股价来说 因为是三十几块钱 那他的股本 因为是只有好像十亿左右吧 所以如果你用新药的评价去看 三十几亿的新药股 然后学民药也有进展的话 我觉得这样评价 其实也是偏低 惠子老师 这四党当中 你觉得选两党 在接下来 你觉得题材发酵性会最快 在接下来续航力 或者说获利空间会比较大的 你又选谁呢 其实我觉得四党来说 他们各有千秋 而且这四党来讲 其实法人也有琢磨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不是 一般投资朋友在买 法人又在买里面的股票 琢磨比较积极的是谁呢 里面来说的话 法人买的比较积极是南光 南光是买最积极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剑桥 就是法人买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第一个就是南光的K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南光来说 我们看投信的买卖超 所以投信买卖超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其实都是最近才刚建仓的 所以的话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他们这几党里面 今天是只有这个一档跌停 就是说今天的话是建仰跌停 那其他其实都有一点拉下一线 为什么呢 我们把时间拉短一点点看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几个特色 就是说什么 他是不是有稍微震荡过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建桥 414的建桥 你看建桥他是不是也有稍微震荡了一下下 那你再看看这个建仰 建仰的走势 4130 他其实没有什么拉回 所以他是今天拉回比较多的 但是其他中间稍微有震荡过的 今天其实都拉下一线 都有修正过了 所以有另外一批人进场要来接他 对 而且这些话 为什么把这四档 列为重要指标呢 因为他们的K线的话 我跟大家讲 就是他在起涨的时候 这都是属于六条均线 合在一起的股票 那六条均线合在一起股票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股票 成绩非常非常的久了 是成绩非常久 所以是短线上面的话 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季线 年线 半年线 全部纠结在一起 所以通常这样上去的时候 因为大家手上都没有货 所以他涨上去的时候 通常也很难一次就结束 所以这拉回来 今天回测五日均线 受盘的时候都有站稳 对 但接下来拉回五日均线 可以进场 对 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可以找买点 我们可以举一档股票 随便举一两档股票做例子 比方我们来看看 像是建桥好了 那你看建桥来说 其实法人也是刚刚才建仓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 所有的均线都是粘在一起 六条均线粘在一起 后把散出去 这四档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看他上去以后 他今天是碰到哪里 碰到十一线手脚 所以基本上面 我觉得因为像建桥 就是艾克坦正式要开卖 所以他基本面上也真的有进度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 倒是可以拉回注一下 他们换手情况 跟低档买点 拉回可以注意低档的买点 还有一些是有潜力的个股 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再请惠茨老师 来跟您细说分明 但是在今天四位专家都认为说 日本这个宽松政策的转向 短期有可能加速的赶底 那有一些 到了今天高档拉回 或今天有一些涨不动了 其实哪一些强势股 再接下来还有机会 那到底要追强势 还是卡位补涨股 休息一下 汉陈老师会告诉你 那边的转向 我们下来的转向 我们下来的转向